被称为人类有史以来最聪明的人 非爱因斯坦莫属 他留下的传奇多不胜数 他的理论到了现在 还作为科学界的基石 所以研究爱因斯坦的人也非常的多 甚至有人非常的狂热 但是你知道吗 在爱因斯坦去世以后 他的大脑就被一位狂热的医生窃取 并且切片240片 然后几十年如一日的开始了他的研究 这个人就是医生托马斯哈维 而他实际上在保留了爱因斯坦的大脑 二十多年的时间中 研究一直毫无竞争 直到一个人的出现 他的研究才真正的做到了突破 至此人们终于知道 爱因斯坦异于常人的地方 而中间的这些故事又是怎样的呢 爱因斯坦于1955年的4月18号凌晨 在美国的普林斯顿医院离世 在他临终前说的最后几句话 是用德语说的 很可惜当时负责照顾他的护理人员 听不懂德语 所以人们并不知道爱因斯坦人生最后时刻 留给世界的是什么话 但是实际上 在爱因斯坦病重的时候 就曾留些遗愿 自己的葬礼不要大了 不准声张 自己墓碑也不能出现他自己的名字 最好不要有墓碑 对他遗体最好的处理方法 就是在他死后直接火化 而骨灰撒香大自然就行了 可惜这个老人虽然很睿智 但是他并不知道 实际上就连他的遗体 很多人认为是全人类的财产 所以他的遗体在他死后 他根本就做不了主 而当初对爱因斯坦盲目狂热的人 实在太多了 这其中就包括爱因斯坦的厌世官 托马斯·哈维 而实际上在爱因斯坦去世以后 哈维不仅盗取了爱因斯坦的大脑 甚至利用验尸观的权限 详细解剖了爱因斯坦的遗体 可以这么说 爱因斯坦几乎每一处的肌肉和神经 他都做了详细的侧察 之所以盗取爱因斯坦的大脑 是因为他在研究中 找到了爱因斯坦和别人不同的地方 所以他带着这颗宇宙不同的大脑 出逃了 当然这样的做法 无疑是错误和疯狂的 这样的举动 以至于很长时间哈维都是在跑路的阶段 不说爱因斯坦家人的愤怒 就连当局的一些官员都不会放过 就算他一再表示 自己会本着崇敬和科学的态度 来对这个大脑进行研究 并且会无偿地把研究结果贡献出来 但还是没有人愿意原谅他 为此他的妻子甚至选择他的角力 而这个时候 哈维显然已经陷入到一种疯狂之中 他不仅逃到了另一个城市 还将爱因斯坦的大脑 欺骗240份 翻别标记 然后开始研究 他这样的做法 显然是一种对科学伟人的亵渎 但是让人一想不到的是 他就这么消失了 并且一下子消失了20多年 而在这些消失的时间里边 这位哈维医生甚至连一篇研究报告都没有发表 直到在1978年的时候 一位名叫史蒂芬列维的记者 翻起来这桩 常年就暗 开始寻找这位哈维医生 当然经过一段坎坷的调查之后 史蒂芬最后成功的发现了哈维 而此时的哈维 却只能在堪萨斯的一个小城市 当一个街头门着的医生 生活窘迫的让人不忍之事 但是就这样 哈维还是想要在史蒂芬的面前保守秘密 然而可惜的是 最后为了将自己的研究公之于众 他在最后还是妥协了 已经年过中年的哈维 已经很像一个老人 他终于拿出爱因斯坦的大脑 这么多年的良心的谴责 已经将他折磨得不成人样 但是他却没有后悔 而哈维的研究结果 也因为这次急着的采访 彻底的公之于众 爱因斯坦的秘密 也这样爆光于天下了 其实哈维在这20多年的研究中 并没有很成熟的成果 因为他总是居无定所 并且生活拮据 没有一个稳定的研究环境 但是史蒂芬的采访 让他和保存的爱因斯坦的大脑 时隔20年以后 又进入了人们的视野 所以当即就有数位顶尖科学家 和研究机构向哈维 抛出了橄榄枝 而哈维最后选择了 神经系统方面的专家 马里安·戴蒙博士 在他们研究后发现 爱因斯坦的大脑 实际上比普通人 多出了73%的神经胶质细胞 而戴蒙博士判断 这很有可能就是 爱因斯坦智商要比普通人高的原因 不要小看这多出来的73%的神经胶质细胞 这意味着爱因斯坦的大脑 复杂程度已经超出了 那个时候的医学认知了 在哈维的判断中 爱因斯坦的大脑 不仅在能量和氧气的获取上 比普通人更加的多 它的结构实际上和普通人的大脑 也不一样 更加的神秘和复杂 也就是那个时候没有变异的概念 否则哈维可能会形容 这是一个变异的大脑 当然就算到了现在 在科学界也认为仅仅是普通人的大脑 都是筹满谜团的 更别说是爱因斯坦的大脑 不知道人类的大脑 光一个神经元的数量 就达到了860亿个左右 所以说 现在的医学界和生命科学界 并没有多么深入地了解 人类大脑的奥秘 但是 爱因斯坦大脑的特殊程度 甚至能够让你一眼就认 因为爱因斯坦大脑的顶翼部分 更加的宽 大概比常人大脑 宽了将近15% 这造成了爱因斯坦大脑的形状 和常人的大脑不一样了 而他的大脑多出来的这15% 被科学家证实 恰恰就是负责运算 和人类空间认知的区域 所以 这样的大脑结构 让爱因斯坦 比平常人更加容易地推算问题 思考物理学的顶尖知识 所以 不要说让每一个孩子成为爱因斯坦 想让孩子成为天才 首先带有天才的大脑 但是爱因斯坦的伟大 并不是他长了一个与众不同的大脑 而是他那如山高的研究手稿 因为他把所有的休息的时间压缩到了极致 把自己人生大部分的时间都留给了科学研究 而他留给世人的那句话其实最值得深思 他曾说自己的成就并不是因为他聪明 而仅仅是因为他和问题相处的时间比别人都久而已 而时间到了1998年的时候 爱因斯坦的大脑终于回到了普林斯顿医学中心 而现在的科学家也在对这个特殊的大脑在持续研究 虽然哈维已经研究得很透彻 但是并不代表人们不会发现新的东西 至于说什么爱因斯坦是外星人 这个观点实在是有点扯淡 人类的族群出现伟人 非得说什么和外星人挂钩 难道天才就不能是人类的吗